林志玲和颜承讯多年前曾有过一段情 不少人都希望两人能够重新在一起 以至于到现在让人复合结婚的传闻都不断 14日,久违公开献身的颜承讯 大方谈到了和前任林志玲是否有望复合的问题 然德松口表示这要看女方的意愿 看到颜承讯的丢球后 林志玲对此笑笑表示自己有看到 但随后又补充称,每次都隔空喊话 雨期间似乎微微偷了些抱怨 被问到是否需要一个没人角色来做中间呢 林志玲小春不用 表示这是两个人的事要顺其自然 同时也希望大家别过度关注 网友们看到两人隔空暧昧丢球 虽然有点物体看花 但也十分期待他们能够重新在一起